大家好 我是田园阿婆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 私法牛肉汤粉 我选牛坑囊 这次用的量比较大 做完以后可以冷冻起来 以后分次使用 切成相对大一点的方块 冷水下锅 大火烧开 翻滚时煮十几秒 倒出来 清洗干净 备用 准备一下料包 材料写在屏幕上了 其中炒果和生姜 要给它拍碎一下 再加两块小的豆腐乳 还有它的一大匙的汤汁 准备一口不锈干锅 或者铸铁锅 把椰子汤或者红汤 给它炒到轻微冒烟 再把牛腩 放进去一起翻炒 让牛腩在红汤里面炒热之后 再放屏幕显示的这些调味料 放进刚才准备的豆腐乳和料包 再倒进开水 只要没过牛腩就可以了 不要放太多 这样保证这个汤是浓郁的 用中等偏小的火 慢慢的炖煮 一直到牛腩软烂 大约需要两三个小时 那这个中间只要这个里面 保持微微翻滚就可以了 为了汤料更丰富 我还准备了一块带骨的猪扒 放到冷水里 再往里面放小半块洋葱 还有两三颗干贝 煮它半个小时熬出味道 这个汤就可以用了 再来一些爽口的配料 泡发的黑末切成细丝 用料酒酱油糖加一些水 把它煮熟 还可以放一些老豆腐一起煮到入味 这个口味呢是比较清淡的 好再准备弹心蛋 做法可以收田园弹心蛋 回到牛腩这边已经煮到软烂了 我们把上面的浮油给撇掉 要记得把料包取走 否则味道会太浓 好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组合 把刚才的猪扒煮的汤和这个牛腩汤混合起来 味道会非常的好 粉你可以选任意的面跟这个米粉类的 烫熟以后放在汤里 再放上牛腩 糖心蛋 还有刚才的配料 也小看了这个简单的组合 搭配起来非常的好吃 记得探一些青菜放在上面 好这里是田园生活分享的副频道 那么如果你想看这个视频详细的解说 我把原视频的链接放在下方说明栏 我们下方说明栏 我们下方说明栏 我们下方说明栏